最近这几天我们一家四口一直在夏威夷度假 今天是我们在夏威夷的最后一天了 一会儿就要退房准备坐飞机回去了 很多人都问我说你们一家四口来夏威夷旅趟油花了多少钱呢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算一算 在视频开始之前大家可以猜一下我们一家四口 加上飞机票呀酒店等等各项开销花了多少钱 我看看有多少人能猜中了 之前呢也给大家分享过关于美国的一些工资呀物价的视频 很多人都觉得美国的工资收入还可以 物价也不算很高 总体而言呢工资水平跟物价水平呢还是成正比的 大家先不要这么早的下结论 大家看一下美国的旅游区的消费是什么水平呢 看一下一家四口出来旅趟油要花多少钱呢 再下结论 大家听我算完账有可能就会明白为什么美国人都不存钱了 美国中产阶级是怎么把钱用完的呢 我们现在就来算一下吧 首先最贵的呢就是机票 因为我们是一家四口两个大人两个小孩 现在两个小孩一个三岁一个六岁 基本上机票呢跟大人是一样的 我们是从单幅起飞的一直到夏威夷 中间呢在旧金山转了一趟机 机票价格呢我们四口人总共花了2248 然后再一个大的开箱呢就是酒店的费用 酒店呢我们是订了三天西边的两天东边的 三天的酒店呢西边的酒店呢我们花了683 但是这个酒店呢稍微好一点 带一些橱床呀和一些工具啊之类的 我们就可以做饭了 然后后两天呢就是在我这个酒店东边的酒店 这个也不便宜 两天呢总共花了513 这个酒店呢就将近花了1200块钱 再下一项开箱呢就是输车的费用 在美国除了极个别的几个大城市啊 公共交通是极其不方便的 虽然夏威夷是一个旅游城是吧 它的游客也比较多 但是呢公共交通极其的不方便 基本上是做不了公交车的 如果说你等公交车啊 这一天就不要想着玩别的了 我们总共是租了五天车 其中三天是做大车 两天租的是小车 总共五天呢花了473美元 再一个呢我们是订了一个船上的活动 大概呢四个人总共花了443美元 再就是一些零碎的费用 比如说加油啦去餐馆吃饭啦 打车啊之类的 像我们去的这些景点呢 基本上都不是花钱的 比如说去海盘啊去看一些湖啦 峡谷啊这个大多数都是免费的 只有去一个火山公园是30块钱的门票 30块钱一辆车的门票 这个还是比较便宜的 再一个就是加油 这边的油价比较贵 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油价差不多要5块5毛多 一加轮一加轮大概等于37升 总共这几天我们加油花了150美元 再一个就是打车的费用 这几天呢我们差不多花了100美元 虽然说我们也是有注册 但是偶尔呢也是要打车的 比如说从飞机场到住的酒店啊 再从住的酒店到注册的地方啊 这些呢都是没有公交车可以到的 必须要打车 打车呢我建议大家呢 在手机上下一个Uber的软件 这样呢会稍微便宜一点 比你在路上打出路车呢要便宜 我们打了大概有三四次吧 但是每一次呢 基本上都是二三十美元起的 再一个就是去餐馆吃饭的费用 去外面餐馆吃饭呢 我们差不多只在外面吃过一餐饭 大概花了60多美元 其他的呢我们都是买点三明治啊 或者是我们住的酒店里有厨房啊 我们就是自己做点吃 其实我们一家四口呢 就是对吃的方面呢很无所谓 就随便的填倒肚子就可以了 我的两个小孩呢 基本上都是美国妹吧 他们也是吃点三明治啊 然后吃点麦片啊 就可以把他们打发了 还有呢就是去超市的费用 我去超市买了点菜啊 买了点三明治啊 还有买了一些纪念品啊之类的 这些呢总共花了250美元 这些总共加起来呢 花了4950美元 算起来其实每一项看起来都还可以 但是一加起来呢就不少了 快赶上我老公一个月的工资了 所以就是感觉在美国生活吧 就是可能偏差吃的用了还好 但是你一出来玩啊 这个开销啊 基本上啊都要存好几个月的钱 甚至是要花一个月两个月的工资才可以 啊对了还有一项就是我老公为了来这次夏威夷了 终于下定决心买了一个无人机 之前呢也给大家拍过视频 啊去年圣诞节还是感恩节的时候 他就总想买啊 但是呢总是觉得太贵了 没有下得了手 但是这次来夏威夷呢 他终于下定决心买了 买了一个最新款的 花了1200美元 所以说这个花费我觉得还是比较多的 大家觉得呢 大家觉得一家人出来夏威夷玩这么一趟 花了这么多钱 到底值不值呢 多不多呢 你们觉得一家四口来夏威夷应该花多少钱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